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6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今天结束了东南亚之行 他在临走时表示 美国欢迎竞争 不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 但是会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争端等问题上发生 此次对新加坡和越南的访问中 哈里斯指责中国欺负东南亚邻国 引发了北京的尖锐反驳 北京指责美国插手地区事务破坏和平 哈里斯在越南河内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我们欢迎激烈的竞争 我们不寻求冲突 但是在诸如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 周三哈里斯在与越南领导人会晤时说 中国在南海的欺凌性和过渡的海洋主张 应该受到挑战 并且提出美国支持加强越南的海洋安全 包括美国将派出更多的军舰进行访问 他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国家媒体的谴责 今天在他的发言之后 中国的环球时报称 美国煽动越南与中国对抗是在做梦 环球时报称 对华盛顿来说 如果北京和河内之间爆发新的战争 那再好不过了 除了中国外交部和国家媒体的斥责之外 中国政府还试图在哈里斯访问越南期间插手 中国驻越南大使与越南总理举行了一次突击会晤 在越南总理范明正和中国大使的这次事先未公布的会晤中 范明正说 越南在外交政策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并且感谢中国新捐赠的200万剂新冠疫苗 而在一天后 哈里斯抵达时 哈里斯则承诺 美国将向越南捐赠100万剂的辉瑞疫苗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和越南在南海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尽管河内试图取得微妙的平衡 河内和北京的共产党执政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越南依赖进口中国的材料来支持其制造业和出口 而与此同时 越南与老对手美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尽管在人权问题上有所分歧 越南因为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 以及镇压政治意见人士而面临批评 但是当被问及 为什么美国批评中国的类似行为 但是却在寻求与越南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时 哈里斯没有回答 他说他与越南领导人 特别谈到了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 但是没有透露这些谈话的结果 另外中国政府今天表示 中国正在与美国就贸易问题保持正常沟通 这是中美今年以来 避免相互对抗的少数领域之一 华盛顿和北京在2020年1月 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该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 将其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购买量增加2000亿美元 北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已经严重落后 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冠疫情 该协定将于2021年底到期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 中国一直强调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气氛和条件 推动协议的实施 他说中美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另外中美两国似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将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消息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预计将于9月访问中国 这将是他今年的第二次访问中国 据消息人士称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 正在提价幅度高达20% 此举可能导致消费者为电子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 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 计划将其最先进的芯片价格提高大约10% 而汽车制造商等客户使用的普通芯片的价格 将提高大约20% 一般调整价格将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生效 但是昨天有电子产品公司中午接获台积电的通知 涨价即日生效 苹果公司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之一 其iPhone手机使用台积电代工厂生产的先进微处理器 台积电的涨价发生在全球半导体短缺之时 这种短缺已经影响到苹果公司和大多数汽车制造商 包括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 8月份通用汽车公司表示 它不得不让北美的三家生产大型皮卡的工厂闲置 这本来是通用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 而上周 丰田公司也表示 它由于缺少芯片将在9月份减少40%的产量 涨价对台积电来说有双重的目的 在短期内 较高的价格推动了需求 为没有其他选择的客户保留了供应 而从长远来看 较高的收入将有助于台积电积极投资新的产能 台积电表示 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入1000亿美元 用于新工厂和设备以研究及开发 它正在扩大其在中国南京的生产能力 并且已经开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建设一个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 芯片只是汽车或智能手机的众多成本之一 但是台积电的提价 最终可能会在明年渗透到消费者身上 除非品牌公司决定自己吸收这一部分的成本 目前芯片短缺已经推高了笔记本电脑的价格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远程工作 笔记本电脑的需求量非常大 分析人士表示 提价将保持台积电的利润率 台积电将其庞大的资本预算 过多的用于最先进的芯片 在不太先进的芯片方面失去了市场份额 台积电的市场主导地位 使其享有更多的定价权 按照收入计算 台积电占全球半导体代工市场的一半以上 它制造了世界上90%以上的最先进的芯片 在4到6月的季度中 台积电的净利润为48亿美元 净销售额为133亿美元 台积电36%的净利润率 是大多数公司所羡慕的 但是其现金流通常远远低于其利润 因为它把赚到的大部分钱 又投入到了新工厂和设备当中 分析师说 提价可能会使台积电的收入 提高10%至15% 盈利提高20%至30% 这种影响将在明年的第一季度看到 在新冠疫情之前 台积电通常会为大客户提供定期的折扣 但是首席执行官魏哲嘉 在今年3月份的信中告诉客户 台积电从今年底开始将不再这样做了 魏哲嘉说 由于更高昂的原材料和不断投资扩大生产 以及开发更先进的芯片 台积电正在面临着制造成本的上升 报道称 欢聚时代的两大股东 董事长李学林和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 计划将欢聚集团私有化 估值最高可能达到80亿美元 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交易 据知情人士称 他们正在合作洽谈这笔交易 因为他们都认为欢聚时代 在美国的市场被低估了 知情人士还表示 李学林和雷军希望以每股75至100美元的价格 将欢聚私有化 较该公司过去一个月的平均股价 要高出50%至100% 同时 李学林和雷军正在与银行谈判 为交易进行融资 并且通过使用欢聚的49亿美元现金 和现金等价物作为抵押获得贷款 计划在2021年底前完成该笔交易 欢聚还计划随后分拆其关键资产BIGO 并且在亚洲上市 以获得更高的估值 BIGO总部位于新加坡经营着直播平台 BIGO LIVE和短视频业务 欢聚的董事长李学林和小米创始人雷军 是欢聚的两个最主要的大股东 欢聚2020年的年报显示 李学林和雷军分别持有该公司 23.2%和7.8%的股份 李学林有76%的投票权 欢聚成立于2005年 2012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该公司在过去一个月的平均市值为39亿美元 在过去的6个月里 欢聚的股价下跌了53% 但是消息公布后 其股价盘前一度上涨超过13% 创纪录的高昂运费和运输能力不足 将困扰中国的公司到明年 中国政府称将会研究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出口商 根据美国货运追踪公司的数据 价格飙升正在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 本周从亚洲向美国东海岸发送一个集装箱的成本 比一年前增加了442% 达到了每40英尺2万美元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表示 中国政府各部委已经联合起来 积极采取措施 增加集装箱供应 提高航运能力 加强国际合作 地方政府也加强了对中小型企业的航运配套服务 帮助他们降低成本和损失 照商局能源航运部经理刘春廷昨天预测 运费将至少在保持6个月至一年的高位 他说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政府 都最好对这种前景有一些心理准备 上周上海至洛杉矶的运费 比去年同期飙升了242% 世界集装箱综合指数同比增长了360% 已经连续18周上涨 中国交通运输部认为 即使疫情得到控制 运费仍然难以回到2016年至2019年的低点 北京已经认识到飞涨的运费和不足的运力 对中国的出口商来说是重大的风险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本周一说 出口正在放缓 明年的形势可能会非常的严峻 照商局能源航运部表示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 造成的港口拥堵 而不是船舶或者集装箱的数量问题 许多严格的要求可能会使一艘船滞留长达一个月 造成潜在的运输能力的大量浪费 本周三 中国宁波 舟山港的眉山码头 因为疫情被关闭了两周后重新开放 专家表示 如果新冠病毒继续变异 将为航运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届时 无论中国的疫情情况有多好 如果邻国或者航线目的地国家的物流效率无法恢复 那么航运价格也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